12架殲-15舰载机排成双道B字形 配上气势磅礴的音乐 而主角是这两艘解放军重量级航母 辽宁号山东号 在南海首次合体军演 在南海谋海域 辽宁舰山东舰编队 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演习中可看到升级版的殲-15B 单座多用途战机 还有可能以服役的殲-15D双座电战机 这两款新型殲-15舰载机 办大陆双航母大秀军事肌肉 辽宁舰10月14号才参与共军联合力舰 2024B围台军演 这次双航母演练是否针对近期 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军舰 纷纷通过南海 大陆国防部把矛头指向 美国卖武器给台湾 制造台海警张 美方更持续在俄乌站做文章 多次抨击大陆提供武器给俄国 这让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大陆 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火气很大 主动出击先来说一说美国 我们要奉劝美方 贩卖焦虑 制造敌人 挑动对抗 不仅会给世界带来争端与混乱 到头来也会伤害美国自己 中方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 反对美方借乌克兰问题 对大陆抹黑施压 耿爽呼吁美方停止无聊的指责游戏 才有助于中美关系回温 记者黄义俊严配于北京报道